大家对本地的疫情都很了解 但是来说其实我觉得今年来说 疫情暂时还会困扰着香港 而且你没必要去买一些本地的 一些餐饮股去反弹 有这么多股去反弹 藤蔡去反弹,美调去反弹 你说一些龙头,阿里巴巴去反弹 京东也是,那么多的科技股去反弹 为什么一定要选一些风险这么高的股票 基本因素是否真的转换了很好 我觉得香港始终有限制经济的环境不是那么好 其实经济环境相对来说 始终内地是地大蜜薄 你不在这里做,你从别的地方学开 整个市场就没有新兴肺炎 就算选择餐饮业,我也选择内地的一些版块 例如港无狗这类型的一些东西 始终他们的投资环境是好很多的 所以我觉得三种都未必是正我杯茶来的